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剧本的更可爱更可爱 招致师姐比剧本里面更可爱更可爱 你看他所有的师姐 他们在现场在跟老人家 在做一些教课的活动或干嘛干嘛 你知道所有的师姐 他们在旁边是要当辅导老师 他们当辅导老师 有辅导老师要有的那种端庄的样子 所以我就看了觉得说 师姐们在每一个要求自我 跟在对待同学的过程当中 那个小细节真的很令人感动 欢迎收看大家的会客室 我是碧秀 同学早安 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 本尊分身一起来 首先来欢迎的是我们陈阿贵师姐 师姐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继续来欢迎的是她的分身谢力经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谢力经 你看整个气氛就不一样 戏中的角色 跟本来的你样子不太一样对不对 但是我相信你在阿贵师姐的身上 有去感受到说其实一个妇女 她其实真的要像水一样的柔和 她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不对 阿贵师姐在我们去拍 在玉璃拍戏这段时间里面 然后又跟她相处 那我又演她的分身嘛 就会觉得说这个女人的性格怎么那么好 个性怎么那么好又温柔 然后对丈夫也是有三从四得 然后对婆婆是百般的容忍跟顺从 就觉得说我要怎么找你的缺点啊 阿贵师姐我要主菜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可以演她 然后再加上我本身是一个性格比较冲动的人 其实我在看剧本的时候 我就很融入在这个角色里面 然后就是要一个逆来顺受的媳妇啊 然后又要让自己进去 又要去念书 要把自己的学历完成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要把自己的大缺点先检讨一下 我才怎么可以进入阿贵师姐这个角色里面去 那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训练我自己 讲话要慢 对对对 讲话的速度 对讲话要慢 然后思绪要放慢 就是这样慢慢的慢慢的 然后再融入在这个角色 其实刚刚菁姐有提到两个词 一个叫做容忍 一个叫做顺从 你会觉得说 这两个怎么会放在一起对同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阿贵师姐 应该在跟婆婆相处 跟认识她的过程当中 婆婆其实讲话很快 对 她很快 又很直接 对对 她自信比较急 我是属于慢的 打个比方 刚刚像我一开始要住家里的时候 我回去 我白天上班 晚上就我在读书 我在读过程 她都会把家里都弄得好好的 她连包括早餐 对 早中晚 几乎都她 她都自己了 我都不用操心三餐这样 其实我真的很敬 也有点敬爱她 因为她真的把家里弄得太好了 然后家里一切所 琐碎的事情 说我的工作几乎都她做了 然后我只有礼拜天会做而已 其他我就都不用做 所以很感恩她 懂 所以你敬畏她是因为 她的要求是在于 是她的习惯嘛 对 知道个性就好到底啦 对 对 对 但是后来的话 我们知道说 婆婆在进入到福气站之后 当然她的那种有话直说 然后很急的一个个性 是有一些些的一个调整 对不对 我觉得是福气站 因为杨老师有教禁思语 我觉得她对禁思语好像蛮喜欢的 她也都 杨老师讲什么 她都听 我回家她会讲 杨老师说什么 今天杨老师教什么 她都会讲 她只是说 有时候会忘记 懂 了解 遇到事情还是会忘 毕竟她一生都是这样过来的 懂 我觉得她都是一个 比较强势的个性 懂 慢慢她在福气站 真的 我觉得影响她蛮多 了解 对 我其实还蛮感动福气站这一块 就是因为 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是高龄化的社会 那其实有很多长照的问题 还有老人的一些关怀 还有保健的问题 其实都是很需要重视的 我又看到 福气站的师姐们 就像杨昭志老师 然后她带领了大家 然后带领了阿贵师姐 然后在整个福气站里面 她可以让这个社区的老人们 他们有一个集合在一起的地方 不会每天待在家里 你知道人不动的话 越不动她就越不动了 然后如果说你膝痛的啦 你膝盖痛的人 他就不想走 然后你懒得去上厕所的人 他就不想起来 我觉得会造成 我们在偏乡地区的一些老人家 会越来越 萎靡 然后到最后 你会发现躺着的人 比坐着的人 坐着的人 比走的人还要多 那我觉得有一个福气站 这样的开始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 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们现场的福气站的 很多的 里面的演员 他们就是平常 平常都会去福气站的嘛 对不对 有看到说有一个太太 她已经有点感冒啦 然后不舒服了 可是她就是一定坚持 要来福气站 对 然后跟我们一起演出 然后很感动 就是有八十几岁的老太太啊 我们早上可能六点 就开始在那边拍 拍到晚上十 十点 十一点 她也不喊累耶 然后你就看她坐在那边 坐着 坐着 然后就这样 睡着了 就是这样 睡着了 然后睡着了 然后再起来 然后再继续跟我们谈 我觉得 我觉得长辈们都会有一种 希望被看到 被肯定 有一种存在的价值 对不对 就算在那边坐一整天 她都觉得很开心 觉得我今天过得很有意义 对 所以后来婆婆 婆婆啊 她也在这个年老的生活当中 她原本是什么样子的方式 在对待自己的生活 她自己会 把自己过得很充实 因为她蛮一个精明的一个人 对 很有能力 很有能力 就是把家里面打点得很好 没错 她的能力是很好的 所以说 有时候她会讲说 吃到买八十回了 还要煮饭给你们吃 有时候她在比较 情绪没那么好的时候 她会这样子讲 她说 我买八十回了 还要煮饭给你们吃 这样啦 我 有时候我听到 我也蛮心酸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 真的年纪有了 可是 各方面动作都还蛮OK的 后来我也想啦 她虽然这样讲 可是我感觉她做得很开心 她其实只是嘴巴刀你一下而已 对 对 你如果真正不让她做 她可能会觉得 你怎么都觉得我什么都没做 老人 老人 孩子 对 我觉得 因为如果她时间到该做什么 她都做她有条有理的 她不会说 这边做那边丢 她不会 她都会做得很好 一直都是这样 就算已经高龄八十多岁 她还是这么样好好的 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得很好 所以其实一个人的性格 她所展现出来的 不见得全然都是缺点 但是有可以让自己更好的一个地方 到底她会变成什么样子 大家一定要持续收看我们的大爱剧场 感恩两位今天的分享感恩 谢谢 谢谢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乐客室 我们下次见 我个单位可以吗 我以为进到你这个方式想说 因为这里面它的格式格间非常多 空间又不是说很大 想要在屋子里面穿梭 融入这个家跟这个建筑物的一个结合 做更不一样的一个气氛 因为进到你这个东西是比较稍微比较麻烦一点 很多每一组包括演员包括运镜包括收音 全部都是要有适度的配合 来 这样清楚了没有 你这时候赶快过去 你这时候赶快过去了 对 对面完了以后 还没有 再回去 再传回去 再传回去 这一场其实是营造出一个家庭的一个和谐气氛 然后利用爸爸当时在半山一号装个天线 这样清楚了没 然后他们家我兄弟姐妹一起课程传达信息 这样清楚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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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在这里 这样 这样清楚了没 这样清楚了没 在这里 但当时不是生家人的其他一样 所以我也会装到它 那里面的损充 这边还有就是 越来越多了 玩喝 了吧 是 山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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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 他 然后再从屋里面最好的地理 再传他出来 回谈给父亲 告诉他说 这个天性的位置 这是一个气味性的一个镜头 然后我们因为住家的环境 然后来营造出这种 一气呵成的感觉 清楚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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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头